Leyo聊世紀天梯中心 大家好我是Leyo 今天來看西西里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哈拉普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身點位 10點鐘方向的Hera 選擇了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特色是 他的所有的陸地軍事單位 都有傷害減免的效果 工程器人我記得是沒有 所以他意味著他出騎士 也並不是那麼害怕槍兵 而且還有鎖指甲 可以讓騎士變得更坦 西西里人他的弩兵路線是OK的 但是沒有拇指環 但也沒有三級的弓兵鎧甲 用起來還是稍微偏弱 那西西里人後期 也可以轉出大量槍兵 或是打寶兵單位 使用這個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做一波的傷害輸出也是很好的 那後期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可能還是他的投車跟衝車跟弩炮 還有工程工程師都是全滿的 所以後期也可以考慮打工程器 但是不是那麼的推薦 單挑來說要看到重型投石車 是非常稀有的 那後期的西西里人 可能還是要搭配大量薩金特衛兵 作為主力 還有這個槍兵劍勇 都是可以考慮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YO這邊選擇了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 他是有免費化學的文明 所以到地龍時代 馬上就可以造出火炮的文明 不再需要再研發化學這個時間點 而且後期的土耳其人 也可以走馬功路線 加上這個銀罐 才藝奇兵 可以讓馬功成為遊戲裡面 馬功血量最多的文明 高達100滴血 而且他還是擁有大漏馬 跟重裝洛土文明 但是並沒有遊俠 走騎兵路線也是很適合土耳其人 而且漏馬還可以自動升級 而且還外帶一個一點遠方 讓他去騷擾成人中心的村民史 生存能力更佳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部分 目前土耳其人的黃金 看起來是比較微妙一點 而且土耳其人本身就是 挖金有加速的文明 所以他必須要打更多的垃圾兵才行 所以這個地圖 黃金看起來對於YO來說 這裡比較難守一點 就是這邊要圍的話也不太好圍 這邊的圍的話也是難受級的 不好圍 但是如果要直層的話好像可以喔 直層的話可以喔 直層打火槍兵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地圖 看起來黃金燒魚肉在外 這裡補一根劍塔 這裡圍死 裡面石頭 不交流 好像稍微能圍 雖然這邊難為了一點 但真的可以考慮一下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HERA這邊的是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這邊的地圖 看起來是黃金在前方 右邊有塊黃金 兩片黃金的位置喔 是弱點在前方的位置 也是跟YO一樣都是偏外側 黃金也是一樓在外 那石頭的部分就比較遠了喔 兩個石頭都是在墓區的外面 所以要用挖石頭的話 可能還是要大圍一下才行 不然就是要查劍塔 查劍塔防守 那西里人劍塔是成了喔 所以打塔弓也是蠻有特色的 出門了嗎 不是要出門 還是要出門 這個出門有點多 7隻村民 太多了太多了 6村6村 我還有說3千是我嗎 最近HERA的分數 大家有發現已經掉到2850了 那我看了一下紀錄檔喔 他在2948份時刻 天空熊 遇到了天空熊 然後天空熊呢 在跟他打了10分鐘之後 HERA就斷線了 HERA直接撿了快50分吧 哇撿了超多分了 那天空熊應該是上了非常多的分喔 自從那次之後 HERA的分數就一直在2850分喔 左右徘徊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波塔弓喔 這波塔弓是蟻人 墊了一個之後 開始按出薩金特衛兵 好 薩金特衛兵按下去 繼續拆這個馬祝 哇拆的速度有點快喔 而且這是六村塔弓啊 威力有點強大 現在YO是走弱馬開局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繼續 做轉出弓兵來喔 現在黃金也被控住 打這個塔弓就有辦法 我覺得還是用弓兵喔 去Cover一些點位喔 讓對方沒有辦法記錄三叉就行 但是一開始喔 沒有辦法要產弓兵的情況下 這邊又急需一個新的黃金來源 不然就是要插寶 插劍塔 插劍塔 對塔 對塔可能是 現在YO比較好的一個選項 沒有黃金的話 就只能選擇對塔 但以對塔來說的話 城樓又有這個血量上的優勢喔 1250 一般的劍塔是850滴血 印象中 所以劍塔來說 YO是比較劣勢一點 好這邊是為資源點 HERA這邊走塔弓為資源點 細節這邊有做好 然後槍兵手在這個果子區的位置 這隻村民居然被洛馬打得到 乖乖的乖乖的 就是一個 打邊邊角角輸出 好那現在這邊來個對塔 亮王塔是850滴沒錯 這邊城樓是1250 差了400滴血 好基本上對塔之後 只能收村對射 只能收村對射 好這邊看到6隻村民喔 也是0加4喔 說是覺得5村出去就好了 傷害值並不會以為你6個人就更多 所以 除非到了城堡時代 除非你城堡時代要繼續塔弓 那你就另當別論 但6村有個優點喔 你可以5村繼續射的時候 1隻村民在後面修理箭塔 所以人多還是好辦事 這點是絕對沒錯的 好結果HERA這邊2村被YO給抓掉 YO這邊抓得漂亮了 好這支援點有為 但是經濟還是有點差 然後我們最近上的塔弓教訓影片喔 我又一直一直強調 塔弓是在虐猜用的 所以我真的不確定 HERA這邊塔弓是不是一件好事 但CC0又不打塔弓 好像又沒希望 又遇到圖爾西人 所以這真的很難講 這個決定到底是不是對的或是錯的 真的是沒有一個很好的結論 那CC1人呢 他這邊如果打塔弓的話 後面的經濟喔 就很難接上去喔 會有點差距 畢竟你6隻村民喔 一直都是在進攻的喔 並沒有辦法做到太多的效果 這裡要補一個採礦地 補一下 這裡殺金特衛兵 砍死了一隻肉馬 衛兵一開始的體質還算不錯的 雙防都是2點 打弱馬其實效果還不錯 問題就是跑得慢 而且需要黃金喔 殺金特衛兵 有要在罩嗎 YO這邊 難道是換YO去插塔了嗎 這裡有弓兵了 這裡有挖黃金 轉弓兵 現在應該沒問題了 HERA這邊也轉了一根箭塔 在家裡防守 看到進攻不成 直接鬼轉防守 那最近我們看到的 箭塔塔弓的頂尖選手們 沒有一個是有贏的 所以 塔弓真的是虐菜 不要再跟我說 塔弓是一個很有效克制敵人的方法 對 以一般的天梯情況來說是沒錯 再帶頂級的天梯來說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原對手也知道該怎麼反制塔弓 因為CD我最早期喔 塔弓是最熱門的戰術 人人都在塔弓 裝甲塔 塔弓弓 不然就是石村塔弓 或是TC爆 這個都是新手們最喜歡玩的招式 所以現在這些高手們 被這些塔弓已經搞到 已經 身經百戰了 已經都知道怎麼擋這個塔弓的騷了 好 有一級射 現在這個箭矢應該是能試到這些村民的 射不到嗎 好像 好像 這根才射得到 這根射不到 OK 那現在補了一根 玩偶也不過來插你的果汁 然後吃你的果汁呢 吃果汁不好吧 還是我們去吃野外的金 吃腹金也不錯 你土耳其人 挖金速度快 買賣買食物也不錯 好 這根箭塔建起來 稍微圍一下吧 那這邊也要圍喔 但這個怎麼圍都圍不起來 因為這個魔防可以自滴掉 所以只能稍微一絲一絲以下而已 好 HERA現在支援量 已經可以點下了城堡時代 速度比YO還是快了一點 YO這個 箭塔如果沒照的話 可能經濟會更好 這些村民已經有大概 三四分鐘沒有辦法採支援 好 但這邊又想要來補一根箭塔 繼續如小 HERA這邊少了一個兵工場 趕快敲 敲完了 好 升時代 HERA忘記一點時代 等一下 TC也沒到村民 好 點下了 慢了一點 好 握手B2A這裡 好 一擊射補下 HERA這邊塔弓 能不能做出很好效果呢 好 我們可以看到塔弓那一方 HERA經濟資源已經落後了500 YO這邊則是領先了快要600資源 所以真的是塔弓傷經濟 你要挖石頭 又要浪費村民的鏟子 去搞事 好 現在HERA變成轉手為攻 本來是主動進攻 現在變轉手為攻 但是沒有問題 那一旦升到城堡時代的話 自己的城樓劍塔 就會再變強一點點 好 但是YO是選擇了雙塔策略 一日雙塔 這個雙塔呢 待會 劍石數量夠多 還是能夠反制這個城樓的 但這邊也要修理一下 還是這邊要放更多村民過去 射呢 好 上面有一波 守屍劍塔 工兵反制步兵 漂亮 YO這邊工兵打得很好 劍塔再來一根 還是要存個石頭 準備插大橫堡 直接插在你臉上 插在臉上應該是沒有辦法 謝謝人 HERA已經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後面再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基本上也是沒什麼機會了 說明書四村 要蓋起來城堡 要花很久的時間 好 升到城堡時代 薩金特衛兵直接衝進去 夕陽來到了75滴 遠防 來到了3點 基本上這個坦度已經很夠了 而且城樓已經進化了 變成1500滴血 箭矢還多了一發 好 城樓現在有點麻煩 進化的城樓很難受 YO這邊又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先把想辦法勝地王時代 不然就是要來插寶 轉火槍兵 哇靠 直接深入境來插 這個過分了 YO這邊的工兵數量並不夠 現在要打死這些 薩金特衛兵要花很久的時間 阿純你過來打仗阿 我覺得沒什麼用 走了吧 哇直接插你你練的鐵 這個Hero阿 太狠阿 我還射死了一隻工兵 要不要先升個奴兵呢 還是直接插寶 插寶插在臉上 但是薩金特衛兵在後面 你插寶我要來阻止 不行不能插 我要跟你幹架 決鬥吧游戲boy 哇村被抓了一村 兩村 外優很極限 還在蓋 繼續收村 但只能收15個人 哇左邊的工兵 全部被薩金特衛兵給砍死 城堡實在的薩金特衛兵 第一波真的很難擋 Hero阿這邊是ALL IN一波 現在你家就是我家 我就是CC人 傷狼是我 你差點沒錯 但是有二級射了 有二級射 射起來就會稍微有丟點傷害值 這邊再偷敲一下 一直左右兩邊偷敲 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手存 再放出來再繼續敲 你走左邊我就敲右邊 你打右邊我就敲左邊 很有想法 OK這邊再收進去 是誰在玩弄誰 有點看不太懂了 後面的城樓也是很努力在輸出 這一波城樓 也是打到很多傷害 但這根城堡快被建起來 Hero阿怎麼辦 你的薩金特衛兵一直被TC射 血量所剩不多 剩下五隻薩金特衛兵 這裡想要狗到最後一刻 為什麼呢 因為光是讓YO收身 就是一個很好的經濟減免 15隻村民一直躲在裡面色色發抖 沒有辦法採資源 這就對Hero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資源控制 所以說Hero一直審視薩金特衛兵 在這邊 如曉 但也有殺到村民就很不錯 Hero還在抓 85% 這就是世界冠軍的薩金特衛兵嗎 怎麼跟我的薩金特衛兵 長得不太一樣 好猛好猛 OKOK 這邊再繼續敲 YO這邊斷村斷了七七四十九天 但沒有關係 最重要的是這個城堡能不能蓋好 OK終於蓋好了 那Hero阿這邊一定要走了 好 那這邊聰明趕快 欸 迷失了人生方向啊 這個村民 好馬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要轉投石車 這裡用衝撤的話 可能會被薩金特衛兵給解掉 好火槍兵趕快按 吐爾西火槍兵出來了 有火槍兵 打你薩金特衛兵就舒服了 先開個一槍 第二槍 第三槍打歪了 爛炮兵 好應該是爛槍兵 OK 繼續射繼續射 但是除了西火槍兵 對步兵 並不像一般的火槍兵 有對步兵增傷喔 所以傷害看起來有點差強人意阿 好 戒掉第一根箭塔 唉唷這個是選擇的衝車 這衝車能頂得掉後面的嗎 還是 搭配火槍兵就沒問題了 OK看來HERA沒有打算要繼續騷擾了 走了走了 這波搞完事回家開農吧 待會補個城鎮中心 補這個位置 或是補這裏 或是補這裏 都可以考慮一下 下方這邊偷挖附金 真爽 現在HERA 撤退之後衝車就會無雙了 開頂 然後把這個箭塔給拆掉 不然這邊種田村民一直被射阿 好難受 好 第一波交戰 火槍兵 開始追殺薩金特衛兵 這裡轉生旅遭翔 哇 薩金特衛兵現在頭有點痛 怎麼辦 HERA現在是打不贏 而且前面塔攻打太多 競技也沒到好到那裡去 雖然支援上現在是領先YO的 領先1000支援還不錯 兩邊村民處現在只有50對43 這裡大爆挖金 第一個拆掉 這還是有查幾隻薩金特衛兵防守 衝車暫時沒有辦法繼續進攻 先補一下血量 HERA沒有打算補TC 沒有石頭補不了 還是要買個110 不然這裡牧區有點危險喔 沒有TC可以躲 怎麼辦 歪歐 這波土火有傷害 嗚~~ 這一剎金特衛兵又有抓到兩村 歪歐村民處再次下降 這裡招牆 嗯~~ 歐拉 這裡招牆 土耳系火傷兵 你土火我用生旅招 也划算 跑速0.96 生旅就0.7 只要有操作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這根箭塔拆掉 走了走了 HERA這邊繼續用 薩金特衛兵再進行防守 這邊可以看到 如果不是出頭實測的話 要拆掉 其實很困難的 但還好裡面這根喔 就即時拆掉 HERA沒有第一時間 出薩金特衛兵去防守 這也暫時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根箭塔 影響力不是很大 但是步兵又回來 影響力就很大 趕快趕快趕快 繼續敲 這裡是敲牧牆 薩金特衛兵 稍微能出來了 直接上宗教狂熱 跟神社思想 但招強的土耳其火槍兵 就稍微 有點實力了 這一波衝車 接下來要解決的是 下面的這一坨城樓 但是裡面藏了9隻薩金特衛兵 這什麼東西 好 村民放進去 薩金特衛兵出來 先扁你的衝車 這裡用城樓傷害 去打後面的土耳其火槍兵 土耳其火槍兵 現在是連接箭矢 但還好希希里人 沒有點二級射 這個傷害有點差 這一波防守應該沒問題 漂亮 HERA這一波防得厲害了 但是YO後面偷開的TC HERA卻沒有看到 這可能是個伏筆了 這個TC沒看到經濟會差很多 因為在HERA的視角裡面 認為YO是單TC土火一波 所以並不會有太好的經濟 那我自己 這裡只要偷開TC的話 那情況就不一樣了 好 這邊招翔失誤 找到人家火槍連上沒招翔 直接被點掉兩隻 散去後面往前 往後招翔來不及 這一波YO拉打漂亮 換掉了HERA非常多的單位 但是土耳其火槍兵 忽略到右邊的進攻 HERA這邊是一個雙線進攻 好 這邊看到右邊了 右邊右邊 有沒有看到右邊有東西 突然發現到 右邊怎麼有TC 有人在採礦 趕快再繼續補 這裡再補一根塔 補了吧 這裡再補一根 不補嗎 往上走 是我就補了 好 上方的薩金特衛兵 繼續走 這裡有薩金特衛兵走出來 又溜回去 但是土耳其火槍兵 又來臉上壓力了 還好有城樓 好 這一波薩金特衛兵走進去 從後面直接抓掉了生侶 漂亮了 HERA 這一波薩金特衛兵 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這個劍塔再騎起來 又有一些田跟石頭又不能挖了 這根劍塔很麻煩 這個挖進的村民都會被射 火槍兵走過來 陣裏招降 柯子以下 回頭 還是不回 不回頭 拉走 但是要被招了 啊 沒有時間控 太忙太忙了 右邊展出了衝車 啊你轉衝車頂這個 有先問過人家村民的意見嗎 你有經過當地人的想法嗎 你有想過他們嗎 会不会愿意被冲车拆 要不要先拉村民扁冲车 没空没空 控火枪 很忙很忙 现在这边又有兵力冲进来 后边冲车开顶 村民放出来 先扁冲车吧 冲车扁完 完蛋了 哇哦这一波 不太妙 这里挖机也被抓包 哇哦四处着火 OK终于有空了 把村民放出来先扁冲车 漂亮 冲车扁完再放进去 不然就没事了 右边 城楼 这根塔应该是 守住 好 我冲车就能截掉 Hera这一波 是有骚扰到的东西 诶但这个城堡是不是怪怪的 诶呀这个射不到啊 但是可以有效轰住石头 好杀金头卫兵再过来 现在上方的位置 两根城楼已经轰住了石头来源 你在Hera的想法是 我只要轰住你的石头来源 你就不能干脸上宝 你不能来脸上宝 那我的防守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那以前 西西蚁人是盖城堡速度最快的文明 现在应该也算是吧 跟西班牙人比起来的话 好像也不会太差六四了 这好像是减免成为50% 所以要对盖堡的话 Hera应该也不会输才4 现在两根堡 守住了黄金点 右边这个TC 看来是铁的犀牛拿下 继续控你石头 这里再补一根橙楼 橙楼继续补 想要把黄金全部控住 但火槍兵可不这么想 你想要控图 火槍兵对射 哎哟 射倒了一只 漂亮 火槍兵 点发 可不可以点到一只榴弹点残血的 没有办法 后面来的更大一坨 杀金特卫兵手撕 右边TC 射不到 果然啊 这个没有再往前盖一个 可惜了 Hera这边是杀金特卫兵 挡不住 土耳其的火槍兵 火槍兵现在数量又来到了19只 这个数量有点庞大 Hera的村民数领先 但分数落后很多 虽然资源采集量是领先的 但是分数一直都不怎么样 刺激人后期 打土耳其火槍兵 感觉也只能靠 重装骑士 但是现在黄金已经被消耗了这么多 还会有后期可以打吗 这是需要思考的 好 现在冲车又再来一台 好 这里收村 火槍兵拉打 OK 射掉所有的杀金特卫兵 卫兵这一侧 箭塔又继续补了下去 这个TC 诶 射得到吗 哇 原来射得到啊 这个TC 漂亮了 看来 海市世界冠军 这个精算程度 相当准确 好 城楼胜利的 打卡到这个冲车 但第二台又来 应该是没扯 森驴只能走了 森驴赶快绕干 火槍兵追不上 妈 哇 追上了 再来一发 打歪 歪偶点下帝王时代 该不会是要帝王逊退 撒金特卫兵的影响力越来越差 虽然城堡射掉了 但是分数差距很大 HERA并没有转出投石车 或者是转出战毛兵之类的反击方法 现在只能靠城楼加撒金特卫兵的骚扰而已 好 现在YO家里已经完全守住 这个附金 HERA的附金还被控制住 黄金准备来到箭底了 现在黄金就只能靠 这团黄金也没了 控制拳也没了 只能靠这团黄金 但是帝王时代一上 待会火炮一出来 只能说是绝望了 好 现在HERA没有办法 好 就算我自己不能挖 也不能给你挖 又补了一根城楼 OK 观念非常正确 但是HERA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关键的冶金 这个冶金有看到的话 说不定还有机会 好 现在HERA 待会要面对的是 帝王时代的突兮火枪兵 好 结果 再冲进来 打突兮火枪兵 解掉 哇靠 好 帝王上去 HERA 这一波打出了GG 我们恭喜 娃娃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这个是我 我也想投啦 分数差了太多啦 差了3000多分 但抽运数其实没有落后哦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 前面出了这么多沙金特卫兵 黄金旗子库存都已经不够了 后期一定要靠重装骑士做决战单位 但就算出了重装骑士 对方也有这个骆驼可以用 而且突兮火枪兵数量也是非常难产的 整体来说 HERA后期的赢面是相当的低 而且后期也没有大落马可以用 真的是越到后期越绝望 好了 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把下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 拜拜 拜拜